- 應該還有時間聊劇烈吧 - 劇烈 - 有人有看劇烈嗎 - 有啊 我有看 - 有齁 好好好 - 那就還有辦法聊 那個 - 我覺得劇烈是比較好講的 - 因為他太明顯了 - 太明顯了 - 當然很多東西是明顯到不行的明顯 - 因為他很明顯在批判某些東西 - 然後他用的方式真的是超刺伏弱的 - 但是我覺得 - 我會覺得這部電影很屌 - 那很屌的原因是因為他 - 所用的方法是這個時代 - 幾乎沒有人要用的方法 -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幾乎沒有人要用 -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在以前80年代啊 - 或者是2000年初啊 - 我事實上很常在一些那種學生電影啊 - 或是獨立製片當中看到 - 對 - 明顯為什麼要找戴逼摩爾 - 其實我覺得如果這個導演 - 如果可以選的話他應該 - 如果有辦法的話他應該是找曾方達來演 - 好好我知道你在講什麼 - 因為戴逼摩爾的時候演的這個角色 - 基本上我覺得根本就是曾方達 - 對 - 某些設定超像 - 只是曾方達現在太老了 - 對 - 要不然的話事實上1970年代的曾方達 - 就是這麼前衛的女性啊 - 知道 - Alright - 好 - 劇烈2024年多人多影展 - 觀眾票選首獎 - 遇寫狂花的柯洛里法吉特 - 導演兼編劇 - 第六感生死戀的戴逼摩爾 - 可憐的東西馬格尼特庫莉 - 為了與你相遇的丹尼斯奎德 - 啊 - 又沒了 - 沒有我覺得丹尼斯奎德這一次算很厲害了 - 我每次看到他 - 我都想到文斯麥馬漢 - 對 - Alright - 我看到他只想到那個天生衣對 - 那個暖霸 - 就是覺得三小怎麼變成這樣 - 會嗎 - 因為我對丹尼斯奎德的那個印象 - 一直都是大男人主義者啦 - 因為他之前在拍那個什麼 - 我是從那個 - 金益大齊行開始認識這個人 - 對 - 你們知道金益大齊行這部片嗎 - 我知道 - 就是 - 聯合縮小訣 - 注射到身體裡面內部 - 然後那部片是他跟那個 - 那個女生啊 - 美國甜心叫什麼名字 - 梅格萊恩啊 - 他跟梅格萊恩就是那部片認識 - 對 結婚的 - 對 - 然後丹尼斯奎德那個時候就是一個 - 就是演一個很年輕的大男人主義的那個男生 - 對 好吧 - 來 - 曾經宏吉一時的好萊塢明星伊莉莎白 - 無法面對自己老去的容顏 - 決定使用一種名為完美物質的黑式藥物 - 透過注射藥物的細胞複製物質 - 製造出更年輕更好的另一個自己 - 馬格里克吐利士 - 年花老去及年輕貌美的自己該如何共存呢 - 會是更強烈的容貌焦慮大戰呢 - 還是要不斷迎合大眾對美的期待呢 - 一場自我身體主導拳的爭奪戰即將上演 - 女主角戴咪摩爾除了赤裸又血淋淋的挑戰重贏以來最大尺度 - 更將電影中完美成癮到面目全非的瘋狂詮釋的淋漓盡致 - 堪稱生涯最巔峰之作 - 外媒更預測她渴望以本片角逐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 - 她自己則透露決定演出這部電影是一場考驗 - 也是一個賭注 - 因為這部電影真的太瘋狂了 - 只有導演科洛里法吉特能夠駕馭這個故事 - 她讓這部電影達到無與倫比的完美 - 無與倫比三下 - 我後來查了一下發現說這個導演是女的啦 - 對然後我也就說哇對也是啦 - 如果這部片 - 也是只有女的才能取代的 - 因為這部片事實上很批判女性自己 - 我覺得這部片的導演跟編劇如果是男的 - 應該會罵的 - 如果是女的他才有辦法自我剖析成這樣 - 然後嘲笑自己的情況 - 嘲笑得這麼用力啊 - 好吧 - 來吧 - 只有德國文才可以拍希特勒一樣嘛 - 算是 - 就是你講自己 - 應該是說你看比如說我男生講女生的問題 - 大家就會攻擊我厭女啊 - 厭女啊 - 厭女啊 - 但是女生講自己女生自己的問題 - 大家沒話講嘛 - 對不對 - 不過也很奇怪啦 - 我是台灣人 - 我講台灣自己的問題 - 大家就說你是賣台的啊 - 對不對 - 對也是不行嘛 - 對不對 - 有可能會有人認為說他是女權背叛者之類的嘛 - 好吧 - 也沒有啦 - 不過他這樣子他其實在這部片也是很批判男權的啦 - 好吧 - OK - 來吧 - 那個 - 來 誰要先說 - 不然有看 - 然後哈利也有看是吧 - 然後哈利先說吧 - 反正 - 因為我剛才說完 - 好啊 - 你剛才才說完 - 好吧 - 好啊 - 好啊 - 我看喔 - 因為 - 怎麼講 - 可能是因為 - 他的海報 - 又怎麼講 - 我 - 看預告片就知道他應該 - 現在畫面要呈現的應該是很激 - 很 - 很激烈的東西吧 - 你是說那個背部的縫線吧 - 對啊 - 我實際看到他裡面在演怎麼縫那個縫線的時候 - 就在那邊搖頭想說 - 幹怎麼可以縫得那麼醜啊 - 然後就拿鞋帶在那邊縫 - 想說什麼東西 - 就是 - 不管是用材質不- OK - 很容易感染 - 我相信很多外科醫師應該都很受不了吧 - 你為什麼一條線這樣子縫到底 - 一定要這樣一段剪 打一個劫剪掉 一段打一個劫剪掉 我想說是什麼東西 誰這樣子搞事情 就是不知道 因為我現在做裁縫 縫這個東西我也會了 然後我之前又做那個標本 啊這個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要用 什麼東西不該用 會不會感染 啊我大概也知道 我想說 我現在就看著這個搖頭 想說你在幹什麼 你為什麼要拿鞋帶 然後這樣子 我可能看這個有個期待啊 就是說 想說因為他預告片剪的方式 就覺得 他是要給一個視覺衝擊 然後再加上他是不是要 官那種 大衛科能保的那種 肉體恐怖的那種風格 然後我就想說 管他的就這兩點 應該就可以吸引我去看 然後就去看 然後 然後看的時候 嗯 因為我大概猜得到他要講什麼議題啊 嗯 然後所以其實很快就能帶入就是說 他裡面有要要要的一個前行提要嘛 嗯 然後 所以 其實我很大一個聚焦點 其實都好像不是在劇情的正軌上 因為那劇情正軌上 像你們剛剛有說嘛 其實明顯都不能在明顯 甚至在看的時候也覺得 嗯 我好像只能把他放在他的一個技術層面的啊 嗯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我就是在看說 有阿第一眼就是我覺得 欸 代名魔由我出來才查一下發言 這個女的 雖然我對這演員不熟 只是 欸他61歲 然後我有點嚇到 你對他不熟 沒有啦 沒有啦 現代新的那個什麼 新生代對他不熟 我覺得也不是很奇怪的事 因為 我唯一記得就是那個啊 那個軍官與魔鬼啊 就是 他在裡面跟阿湯跟演 就是旁邊那個 那個 律師助你嘛 代名魔由最紅的年代 就是1980年代啊 對 所以1990年代反而他已經有點下滑了 對 他不是 對我來講 不是一個 很有信息率的一個女演員啊 所以我也是 我只是他那個 他的那個臉的輪廓 我記得蠻清楚 是長的那樣 就是一個方方的 嗯 然後那個眼睛就是 對 長的那樣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還去 拍魔鬼女大兵 因為他臉方方的 所以他後來把自己練到很壯 然後去這個什麼 去參加那個什麼 去演一個 想要進入特種部隊的女人的故事 可是我不得不說 他在這裡面 欸60歲的 女人 我覺得他的身材 維持的已經很不錯了 就是 對啊 因為 你不要說老女人 身材一定會塌掉 管他有沒有生小孩 尤其是 歐美的會更嚴重 對啊 他們 肥胖的程度應該比我們亞洲人 還有更高 所以我當時看到他裡面全裸 我想說 嗯 其實你的身材維持的很好 以60歲的女生來講 嗯 對啊 然後 然後在看的時候也是看到就是說 欸 因為我也就是好奇 像是世界觀運作嘛 就是比如說裡面黑市這個完門物質藥 我們 奇怪 你顯然會失望的啊 哈哈 對啊 可是我後來其實看到他 欸 我當時覺得很很有趣 就是說他們在給他 送那個包裹 那個體驗 我就覺得 哦 這個真的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產品包裝的典範啊 你不用給你什麼說明說 你一個盒子一打開來 那一層一層的 然後上面有一個字體跟你講說 哦 這個第一個要我拿來幹嘛 第二個要我拿來幹嘛 然後 就是不用 像我常常買一些東西啊 就是一些 山西產品 然後有時候就是你 有些東西 他就是一定要 說明書 然後 看老闆店你還是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我覺得 這就是那麼簡單的東西 為什麼不能 包裝啊 因為包裝有的時候 還有別的意義啊 因為他賣的東西 如果很貴的話 啊 如果你拿到一點小東西 你心情會不好 所以他有的時候 會故意加過度包裝給你啊 這個其實在 iPhone的 就是在蘋果的年代之前啊 這種東西特別嚴重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買手機 罵了一大堆 大包小包的說明書 看 結果到最後就一點小東西而已啊 對 可是我覺得現在 好像也沒好好拿去 現在 像我買手機啊 也是 看 都不知道是因為 閹割習慣的 連充電 充電器都給我 閹割掉 你什麼 這就是你想要的極簡化 哈哈哈 拜託 你說明書可以 閹割掉我 你那充電器 給我閹割掉 你什麼意思 對啊 你看怎麼極簡啊 沒有 我要先 剛剛還沒話 還沒說完的這個 就是在過度包裝之後呢 賈伯斯他所奉行的方法 雖然是極簡 但是呢 我覺得他刻意的設計那個盒子 讓他做的很有儀式感 所以你會覺得你拿到這一盒東西 你知道我到現在 我很多那個iPad啊 然後MacBook啊 的那個紙盒 我是都捨不得丟掉 我都把它放好 我是留著等保固 的確也有人這樣子 就是比如說賣二手的時候 他要留著 對 這個就是你的盒況還好吧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 每次我看到那個盒子 我就知道 我收藏這個盒子的意願 顯然是比我以前收藏那個Nokia 那一堆盒子的意願還要高啊 你知道 就是這個盒子本身 感覺起來是好像很有價值式的 對 好吧 OK 對啊 然後 就是 可是就是看到這幾幕之後 其實就像剛剛說 其實沒有 就是要講故事 而不是這邏輯本身 然後 所以在看的時候 也是 你要說 我有嚇到嗎 可是好像又沒有 這部片 基本上不是嚇的 對 我覺得他 他其實是在嘲笑的 我覺得 對 我在看的時候 像是說 他要去 他拍攝手法 其實 你要說現代 就是常常會有那種 他要做一件 然後就把那一件 站在做的動作 給他聚焦 比如說他打針 比如說他要 他要做什麼動作 就直接聚焦那個動作 就是你會發現這一 那些部片很少有 中遠景的那種 畫面 其實就是 對 就跟我常常講的 雷利斯高特是 不一樣的方向 就是雷利斯高特很喜歡用 那個大畫面的構圖 來去跟你明確表現出 哪一個角色的位置 誰是重點 誰是次要的 可是這一次就是 反正角色也少 事情也聚焦的少 所以其實 這是低成本 其實會 對 這是低成本電影經常會做的事情 對 像雷利斯高特那種的 其實是 我覺得那種的很難模仿 因為他那個是需要技術強度的 你知道 你也說過啊 他是學畫畫的 對 學畫畫的人 他你可以看得出來 雷利斯高特的每一個畫面都是畫 都是把 他把攝影當成一幅畫 對啊 他的那個 真的是要很很很很長時間才巧 我們做這種 就是畫面的專業啊 就是說 怎麼講 就是提外話 就是 你如果要做一個東西 你要看這個東西 你覺得這東西要 ok 這畫面 瞧到ok 然後你可能要睡一個晚上 在夢中 然後去重新思索 你現在做的 就決定這個畫面 合不合不合 等到明天早上醒來之後 你要再看一次 確認他到底合不合不合 我覺得這個的專業是 你要怎麼可以把這個 這一段考慮的時間 縮到最短 到你看到第一眼 你瞧到這個畫面 你就可以知道到底合不ok 我覺得就是說 像雷利斯勞克可能做了那麼多年 他的厲害一點 就是這個 他可以不用那麼多時間去思考 他這個畫面 要思考多久 這個一直是我覺得 大家常常 因為有一些評論 喜歡講說他把畫面拍的太美 然後他自己本人 在訪談的時候 他非常不同意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對但是老實說 那是因為絕大多數的人 是辦不到像他那個樣子 他可怕 他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個 很精準 他可以在很短時間內 達到已經幾乎八 百分之八十的做不到的一個精準決定 對啊 所以他才厲害在這邊 所以這一部片其實 對相對來講 像你剛剛說的沒錯 他因為省成本 所以他的確要這樣做 可是相對來講 他也可以利用這 的方式去 讓觀眾有一個 注意力 因為就是所有東西都取消 然後每個 剪接都是那麼的快速 然後 就像早期蓋瑞奇的東西的那種感覺吧 你講的是剪接的那個 利用迅速的方法 然後突現一些特寫 然後迅速達到一些訊息的傳遞 對吧 就好像 像以前透過的講片 那不是也是差不多的那個 對啊 就是比如說三段快速畫面 然後接下來就已經跑到哪裡去了 之類的 這艾德格萊特也很愛玩 對 但是那個什麼 我覺得這個導演 他其實有很多方法是 我甚至覺得他有一些是故意的 對他甚至是直接要 拿一個電影裡面的畫面的場景 是直接 對 我覺得這導演 有可能很 有有點粉 那個庫伯利克 他很 他那個 他那個 廁所的那個設計 整個超像鬼店的那個廁所 就是局局白白的 不只是 廁所啦 走廊 對啊 那走廊也像 那走廊根本就鬼店的走廊 你也不用說他暗示了 他就是直接把那個畫面抄來用的 那真的是非常明顯 沒有 拜託 我不能在這邊直接罵人家說 你幫你 他沒有他是故意的 對所以他你要說他致敬也是行 對但是他是已經直接的告訴你說 我們現在做這件事情 起不就是 女人 女人在身體版本裡面的鬼店嗎 啊 其實覺得他 我可以說 諾蘭是在抄 精明的 紅辣椒 那你要看他自己本身承不承認 對啊 諾蘭本身 還是要等他自己講 對但是沒有 呃 我覺得那個少 以內部片來講 鬼店因為他的那個經典性太足了 足到幾乎認識他的人實在是多到不得了 所以他只要一拿出來我們全部人都 立刻 啊幹這個是什麼 對那最近其實如果你有去點一些那種 那個什麼 國外的電影的那個粉專 對 因為台灣的電影粉專比較不搞這事啊 對 台灣電影粉專基本上全都是在抄國外的電影粉專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嗎 就是 像他最近其實國外電影粉專在 在 在講的 在講這一部電影劇烈這部片 他講的其實都是一些致敬畫面 然後把它貼在一塊 對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他除了 把他除了致敬 我講致敬可能都會比較 比較沒帶貶義啊 致敬鬼店 然後另外那個什麼致敬 驚魂劑 他只要每次洗澡都是 那個分鏡就是驚魂劑的分鏡 對 直接完全一樣 他只是好幾次 出現好幾次領域的畫面 那就是那個樣子這樣 Alright 而且他這次不是還有出現那個 2001的那個音韻嗎 然後他直接 身體已經變成那樣子走出來放 2001太空漫遊音韻 幹 超好笑 對 這不就是肉體的奇蹟嗎 來吧 然後登登登登登登登 超故意的 超故意 好吧 我繼續講就是說 我雖然知道這一部一定會有 那個裸露 因為就是十八鏡 因為通常你看到恐怖片或是邪心片 通常也頂多輔導機 這是十八 然後我當時就想說應該有裸露 然後我看到之後 其實我其實也 有點像是對那個書的這個角色 的確他的身型覺得不錯 可是呢 怎麼講他穿上那個緊實粉紅色緊身衣 然後這樣子聚腳那個臀部 然後我看得有點 有點乏味 因為你對他的屁股沒興趣嗎 還是什麼 也不是餒就是說 那怎麼講我能不能看看其他人 他不是放另外一個人的嗎 沒有他幾乎都比較聚焦在這書上面 就是這個女主角上面 沒有啊女主角有兩個人演啊 他不是還變另外一個人的嗎 對啊對啊 我說就是聚焦這兩個啊 好啦那不是重點 我是說 我是說 就是 我覺得他不是其中有兩段戲都是 在描繫他在攝影那個 就是 敦布那個那個什麼 他們編導的那個節目啊 嗯 然後 我就想說這個節目 你只要拍一次就好 啊結果他拍兩次 然後拍第二次的時候 就是 我看得有點煩就是 為什麼我一樣的話 沒有在看第二次 雖然他是想要去 沒有啊 控補那個蒙太奇的那個 他每一次都 有發生事情啊 對啊 所以應該還好啊 對啊 對啊 我不知道就是 呃 我 因為我怎麼講 對於這種畫面 我 我是希望我看一次就好 因為怎麼講呢 欸 這個講起來很很很奇怪 就是說 因為有點小粉 又想要偷看的一片 然後 就是 你只想要看一下 知道那個東西就好 就是 就是因為之前看到的是 有遮起來的嘛 那一遮起來 遮起來 遮起來越看不到越興奮 啊 看到之後那個興奮感就 不見 然後 所以 那個那個 書這個角色一出來 然後三點全露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欸 原來你的那邊是長那樣啊 所以就這樣子 可是他後面一直在冒出來 一直在 聚焦那個臀部的時候 我就覺得 可以不要再 給我看了 越看我會越沒興趣 那種感覺 對啊 我就是那種感覺 所以 看到後面突然有個雞腿 冒出來 你會覺得 很詭異 我的確是不知道 為什麼會有那個雞腿啊 只是就是說 反正 反正我早就已經立掉到這一部片 會很 會很噁心 雖然我也不覺得後面那個 有多噁心 就是說 我覺得 像我本來說 我以為我要看到 是大衛科能寶的那種感覺 可是其實好像 不是同一個方向 這個 這一部的方向 比較像是那個 約翰卡本特那個 突變第三型的感覺 就是 大衛科能寶的 恐怖噁心 其實不是在於這東西的外表的 特殊化妝 而是說這個東西 是怎麼樣去 動起來的 就是 大衛科能寶是 這個東西的功能 會讓你覺得很噁心 雖然它長得很普通 就是很假的一個化妝 特殊化妝 可是說它動起來 那個姿態 看起來讓你覺得毛骨悚爛 可是 像是 這一部就不就像 那個 約翰卡本特的那個 突變第三型 就是 一堆東西 黏在一起 然後那個動作 都不是很重點 可能那動作 還很僵硬什麼的 嗯 所以其實 那個我反而沒有覺得 有奇跡於各大的感覺 我反而會覺得就是說 這個就是一個 洗澆的皮 所以 我在看它最後變成那一圖 樣子的時候 就是 嗯 覺得 我雖然不知道 那時候是戴 戴雲姆我自己去套那個衣服 自己去 拍出來的 就是那個我已經不想要去管了 因為 嗯 覺得 去 已經變成那個形狀了 去在意這種 這不重要了吧 因為它在那邊其實 我覺得它那邊是在嘲笑一些現象 然後再釋放一些訊息 所以 它看起來像真的 不像真的 其實真的不是很重要 對 對 對 所以 我看一看像是 其實我 我要來這邊講這個時候 其實我也 忽然覺得我的形態蠻矛盾 就是說 我接收到很多畫面 很多訊息 可是又現在要講的時候 好像又很難講出來 因為其實 其實這太明顯了 所以 我要說它的內容有什麼 那就是我們眼睛看到什麼 我好像也不用再 第二次用我嘴巴講出來的一樣 就是 就是 去 嘲諷就是說 什麼 真心文化什麼的 那些東西 嗯 然後還有就是說 就是 大男人主義啊 或者說無話女 嗯 然後 就是 怎麼講 越想越覺得 這東西好像有點膚淺 就是 我們 已經 人類講了千百年的東西 那種感覺 雖然 整形 整形不是千百年 你的意思 是因為他太好解讀了 所以他膚淺 還是 嗯 不是太好解讀 就是 嗯 好像 就是有點像說之前 大學時候 老師給我們看那個 那個叫什麼 魔鬼總動員一樣 哦 就是 魔鬼總動員 你仔細深入 他有好幾真假的意象在裡面 他有在暗示觀眾就是說 哪邊是 可能是真的 哪邊可能是假的 你可能相信他真的 可是是假的 可是 可是你看完整個氛圍 我就覺得 他不是就是科幻B級片嗎 就是這樣子 就是 你知道 你Gate到他要講的東西 可是 他又好像 你 沒有要講的 或是說像 海客跟吾吾一樣 就是 他雖然拍得很棒 可是 你要深入在講他的東西 你深入下去 好像就只有那樣子 也還是沒辦法更深入 沒辦法深入 像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 人造意識那樣子的程度 嗯 對啊 因為人造意識在講的東西 是更深入啊 就是說 他還有在跟你講說 喔 Jason Parker在畫畫的時候 的那個 那個思想是怎樣 來去隱喻這個人造的生物 或是人類思考的一個邏輯所在 這個是 很多電影 甚至 我這個讀美術人 都要動一點腦筋 就是說他的這個隱喻到底在共產小 的那種感覺 所以 其實 像是這部片 我也不會覺得他膚淺 我覺得他做到像 海客那種 效果就是說 他用一個 很正經 大家都會想去看的一個 呈現方式 然後去放了這個 大家都能gay到的電影 因為很多的這種 怎麼講 視覺非常劇烈的這種 電影 常常 不會去探討一些 任何的深度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 這一部就有點像是 海客文物一樣 就是說 他用一個很 爆米花級的電影 然後去讓 使觀眾 盡可能的 用一丁點的腦細胞去稍微去思考一些東西 像是海客文物就是在講哥白你的東西 什麼的 可是一般人連哥白你 他到底在幹什麼都不知道 就是 真的就是很多人看動作片 科幻片就是 不帶腦子 可是至少海客文物可以是讓你動一丁點的腦子 這部片也是一樣 他讓 這些觀眾 不關心議題的觀眾 可以帶一丁點的腦子去 審視這個社會現象 什麼的 我覺得這是好的 我覺得這個是 你要說 福福檢已經不是 他有帶動觀眾去思考 我覺得這都是一件好事 所以 所以 我其實也是一樣 我很難去深入講什麼 可是我覺得 就是 我覺得我想講的就是 裡面的那些 小小的技術表現什麼的 或是說 我覺得很 讓我覺得很 影響的地方什麼的 所以你 享受這部片 我覺得 其實 如果 把它當做黑色 黑色幽默的話 我 不錯看的 尤其是 如果 懂一些 專業的細節 或是說 拿這個去吐槽 蠻好的 所以 等一下 如果跟 微笑二比的話 你比較喜歡哪一部 當然是這部啊 我不是 我微笑 還表示不夠明確 我超級 超級後悔看的 哈哈哈哈 你靠北 看了有一半時間都在 沒有 明明就不有序 還要一直想要嚇我 好吧 對 也不能這樣說了 我自己只能夠說我在看這個 看那個微笑二的時候 我必須要承認他的確有達到效果 對 但我覺得我是被嚇過頭 但是劇烈的 我覺得劇烈的情況是 我沒有被嚇到 當然啦 他有肉體恐懼 像我這種很 不能夠承受肉體受傷的人 他裡面有幾目像是那個老人 有沒有 他他在移動他的腳 然後他那個音效 跟他那個特寫 會讓我們不舒服 對 但是基本上整體 啊 什麼 你有像他按電梯 脖子夾什麼的嗎 對啊 沒有 拔牙齒那個 沒什麼啦 對我覺得比較不舒服的是 他醒過來發現自己老化的很嚴重 然後我很怕他骨折 然後我也很怕他骨頭從身體裡面傳出來 知道 就是沒有 對 但 那個沒有的恐懼 比較強烈啊 知道 因為他一直特寫 然後他一直不斷的去挪動這個東西 當特寫的時候 你就會不知不覺的害怕這個事情 對 所以在那段時間我很害怕 對 啊 回笑二則是直接讓我看到骨頭從身體裡面傳出來 對 然後他慘叫 然後讓我超級不舒服的 OK 好吧 因為我當那個大命母耳開始穿上黃大衣 然後會開始小跑步的時候 我就確信他不會骨折 對啊 是啊是啊是啊 就是 也就是說劇烈的肉體恐懼他是有時效性的 過一段時間你就知道他接下來沒有要講那個 所以你可以放心 對 我如果帶我朋友進去看的話 應該跟他吐槽就是說 這個黑市賣這個這個禁藥 MN級跟他收錢 然後不然就是說 你看這個 就是一個正黑 然後就會拿起大槌子 在自己家裡蓋一個蝙蝠洞 我想說 欸 真的 那個蝙蝠俠的蝙蝠洞 真的是只有蝙蝠俠跟阿福自己一個人蓋的嗎 那種感覺 沒有啦 這你如果吐槽這個就真的蠻無聊的 你整支他沒給錢 對他只是沒這個 沒有扣沒有沒有給你扣錢的畫面而已啊 對啊 好吧我覺得你吐槽這個還不如像我那邊吐槽這個好不好 其實我們那天吐槽的是什麼 女人就是這樣 你那個時候拿東西請那個時候照實遵守使用 你就不會作死 對不對 這很明顯就是明明就不 不該作死 然後你偏偏要作死 然後你還打電話回去抱怨 對如果我是那個節電話的男人 我就會翻白眼說 媽我就跟你說不可以這樣子啊 那你為什麼要 口氣人家也是也是 愛打理不理的 我覺得那個很好笑 我覺得那個人基本上已經不 不把那個人當人嗎 他不把戴密波爾當人嗎 對不對 他當他是個號碼 所以除非你抱號碼不然我不回答你嗎 然後我就覺得那個女生戴密波爾 我是503啊 然後那個人才回他吧 對啊 OK 好吧 就是這基本上對 所以我們在吐槽是可以吐槽這個 你知道這就是一個女奧客的故事 對不對 他拼命就 遵守恩用要指示就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一定要這樣子 你知道嗎 你不這樣就不會掛 你最後也不會變那樣子啊 對啊 就是如果 就是你 你如果沒有要認真看 你如果要吐槽他的話 這樣就好 但是你因為你知道他是預言體 他就一定會這樣講故事 所以你也懶得去跟他 懶得去探究這種事情嗎 因為探究這種事情 就顯得很無聊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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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看到後面的時候就是 怎麼樣 看他 看他這樣子 怎麼 變成那副模樣 就是變成一坨肉 然後 然後 自己還穿上那個禮服 然後 他就很好笑的 拿自己的海報 然後貼在臉上 然後 我就覺得 你別 不是那真的吧 結果走到路上都沒有人來 所以我不等你很久了 傻小 現在開始 開始在做夢了 是不是 然後 就不是 對啊 我跟你講 到最後已經 沒再講邏輯 對啊 那邊就是 這部電影整個都不是 他就是預言體嗎 對啊 所以 我知道 我跟你講 我先看 然後再看 舉例 所以我當時 看到那個 他變成一坨肉 然後穿禮服 進去沒人來 那 他現在又要玩這齣 是不是 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只能夠說 一句非常著名的話 叫做 認真你就輸了 你知道嗎 看 對 在這件事情上認真 你就真的 就輸了 這一部沒有在玩什麼 其實交錯的 可是這部真的是 你 我真的是看的時候 也 就是我們都知道 最後他的下場很悲慘 可是 我不知道他想要用 什麼 什麼方式來收我 對啊 就是我們 那既然這樣子 他最後的結束方法 你的反應是什麼 我會覺得他看起來 很像韓式炸雞 從天上掉下來的 那個白 白紙馬莉莎 在他身上 很像韓式炸雞 就躺在星星上面 一坨肉 看起來很像炸雞 然後我是覺得 其實好像 對啊 他應該是 感覺到就是說 他的 moment 就是 當時 地上有那顆星星的 那個時候 他就活在那個時候 然後就這樣融化 好吧 對啊 只是 就像你說的 這都是一個預言 所以 我好像也沒辦法 講什麼樣 沒有什麼好猜的 所以我看完之後 也是覺得 好像有點無聊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挖的 你只能跟他 跟人家講說 所以我就說 他就是故意要讓你沒東西 可以挖 這還要故意 我還有每一個都要 他沒有藏東西了 我真的覺得 你如果 你基本上他就是非常明顯的告訴你 當然 就像那個什麼庫布里克鬼店 總是很多人喜歡說他藏什麼細節 可是老實說 我覺得每次有人去探究這細節 我就越覺得你們都好無聊 你知道 你們就不能夠好好的享受那一段畫面 他要展現給你出來的訊息 這樣子 你接收到的就好了 對 我是覺得像劇烈的情況 就是因為他的訊息 是這麼的明顯 你get到了你就笑了 你知道 你沒笑了 那個搞不清楚狀況 才在問說哪裡好笑 那這時候才要在那邊聲 哇哦 他其實寫了什麼東西 他透露了什麼訊息 然後這個時候 其實我覺得像哈利這樣子的反應才是正常的 多說無意 你知道 因為你已經get到了 然後你已經有反應了 然後我們 我們可能彼此都已經感受到了 所以我們心照不冤的笑了 像 微笑二這種呢 反而還是變成我還需要 一直講 我發現你好像沒有get到 我get到了 所以我一直在講 我get到了什麼 對 可是我覺得劇烈的情況就是 我覺得大半 好啦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半的人 但是 就是以目前的情況來看我發現啊 呃 至少那個什麼 像即使像超地方 我覺得我跟他的觀音品會有20年的差距 你知道 他都get到了 OK 好 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有一種 心有氣氣焉的爽感 你知道 我們不用 我不要在那邊解釋 或者是他說出了似似而非的東西 我幹的很痛苦 然後我必須要寫一篇出來什麼的 你看我就注意到我在劇列上面 我反而就是沒有寫很多 不用寫很多 我幹我真的覺得他夠屌 這樣子就好 你知道嗎 對 就是你如果跟鋼彈也講那麼多 你跟get到的東西都不一樣嘛 那如果像劇烈這樣子 我覺得大半的人get到的東西好像都很類似 那他很成功啊 你等一下是不是又講一句 這是台灣倒也做不到的事情 是不是 有嗎 你有要講嗎 還是被我講出來 沒有我那時候反而我說我在看那個什麼 微笑的時候 我的確有說出這樣子的話 因為我覺得那個什麼折磨觀眾這一點 我覺得在導演 在台灣的導演上面 他們溫良工錢上 其實是不敢做什麼是這麼大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劇烈的情況 可能是不只是台灣導演 應該是目前全球的那個什麼商業導演 我覺得沒幾個會做這件事情 當然如果你要講愛麗羅斯那一張子 那就是專門在拍筆片 然後在玩那個什麼血肉的那個笑話的那種人 他可能會 對但是我覺得 像他這樣子那個什麼嘲笑啊 然後這麼大膽的去刺痛觀眾 這個我真的覺得其實是少的 而且是刺痛還要讓人家真心誠意的為你而鼓掌 對那個就是不容易了 但是我也得說這個東西並不是說 好像只有他唯一這麼做 但是我其實覺得這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這個時代的創作者 缺乏挑戰觀眾的勇氣 為什麼 所謂拒絕不敢去挑戰觀眾的原因 是因為現在的社群都很兇猛 他那個做這件事情是有一種反骨啊 有一點那種反叛的企圖心 然後這種反叛企圖心 在這個年代 其實也不能這樣講 我其實覺得小丑 雙重瘋狂的導演其實有在挑戰觀眾 有沒有 對但是觀眾的反應是相當憤怒的 對啊 那我其實但是我覺得他跟劇烈情況不一樣 是因為他有第一集的比較 他如果是獨立來講的話 搞不好不會那麼差 對 是的 因為劇烈現在所做的事情 跟小丑第一集的事情 有點的方式是有一點點像 只是劇烈所用的方法是 視覺上面的刺激 好吧 好啦 現在那個什麼 怎樣 因為你這樣一講 我就想起來 就是說 錯哥不是之前有講說 就是觀眾想看續集的時候 其實是想要看到 跟第一集一樣的東西 可是又不能明目張 難得把第一集拿過來用 所以才會有魔鬼終結者 一個魔鬼終結者 就是他明明在做一樣事情 可是其實就是你會把他 把他喬裝成他不是一樣的事情 對啊 然後我覺得好像也沒有特別喬裝 沒有就是把阿諾從壞人變好人 然後 因為我聽說好像本來 本來就是 魔鬼終結者2是要瞞著觀眾 然後讓大家看到這兩個 終結者靠在一起的時候 讓觀眾不知道誰是好的誰是壞的 然後知道他們聽說就是因為 第二個預告片 然後讓大家 就都先泡了耶 哦是啦 對因為電影 其實你可以從電影本體就看得出來 他其實的確是有這企圖的 只是我們的確當時在宣傳的時候 都知道說他變成好人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可是像是你說的那個小丑 第一集跟第二集 其實就是 他就是沒有要幹這種事 他不想要 他完全第二集不想要 敲任何第一集任何東西 所以最後就是這樣子 被 被討厭 因為就是 大家懷著期待而來 但是卻沒有拿到期待 懷著期待想要看到第一集的東西 結果沒看到第一集的東西 是啊 可是他們覺得上又明明常常講說 我們要看到新的東西 可是他們心裡面其實 身體是想要看到第一集 對 觀眾說謊 對 觀眾說謊 對 然後 心裡面 想要的東西 事實上跟他們嘴巴說的是不一樣 對 對 所以就是犯賤 沒有 這並不奇怪啦 大部分的觀眾都是這種情 或者是 他們其實並不知道他們自己要的是什麼 對 有些情況是這樣子的 好吧 好啦 那個 不然不然 來吧 劇烈 劇烈 這應該是我今年看過最深門有力的一部電影 而且 我 看著看著 到最後一幕的時候 我竟然 隱約 眼光有點泛淚 你知道嗎 為什麼 有一種 有一種 你曾經也有 風光的時刻嗎 對 就是有一種很悲傷的感覺 就是 以前我小時候 曾經 非常輝煌的一個巨星 他在某那個時代真的是女神級的存在 但是 你知道嗎 經過時間的那個變化 他已經有點 講白點 就是有點過氣 然後 最後他那一幕 我想要拼死的 用盡全身的力量 然後回到他 渴望的那個 地方 那個位置 他那個象徵性 哇 超級明顯 對啊 就是他還在眷戀他過去輝煌的時光 所以 因為我 畢竟是 跟哈利不一樣 我是有經歷過他那個輝煌的時光 所以我對於他的那個 是 非常有感的 所以他看到最後一幕 他最後喊笑 然後最後 死去的那一幕 真的是有點悲傷 對吧 然後 這一部 欸 我就 就像素雄講的 他很厲害的一點就是 他其實是有點在 直接蒼疤的 自我嘲諷的東西 因為 欸 一代 咪摩爾的情況來講 他 欸 他最近是 因為這部 戲啊 有點 再重新受到關注 有點那種 東山再起的感覺 但是呢 很諷刺的是 他東山再起的方法 竟然是 把他過去 欸 被 被嫌過去的那個 東西呢 拿出來 自我嘲諷啊 嗯 對啊 因為我覺得 這種自我嘲諷 或自我 結雙巴的東西 可能是台灣的導演 比較 比較 不太會去做的東西 其實有啦 其實有 對對 但是可能 欸 不是那麼足 呃 我其實覺得不會 但是我其實覺得 像我剛剛在思索 你知道 劇烈他的優點在哪裡 你知道嗎 嗯 我覺得劇烈的優點在於 他 簡單直白明快又純粹 對啊 對因為 我有在思考 所謂說 所謂那個時候 他挑戰觀眾勇氣這一點 因為 挑戰觀眾的勇氣這一點 過去在很多獨立製片的導演 也是會玩啊 對不對 或者是會故意的 玩在視覺上面 玩非常的 很誇張啊 比如說像 尼可拉斯凱基 不是有拍一部那個什麼 那部叫什麼 Metal還是什麼東西 等一下 讓我查一下 你要講一下劇情啊 對對對 那個那個 讓我直接講片名 因為他的劇 對曼蒂 曼蒂 對對 對 對 曼蒂那部電 也是在視覺上面 超級奇怪的啊 對不對 然後他也很挑戰觀眾的啊 對 可是為什麼我會覺得劇烈 比曼蒂好看呢 我覺得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曼蒂很 脫 對 他很脫 他冗長 所以有的時候 訊息傳遞又不明顯 你知道嗎 然後就會變成你肉肉等 然後你事情講不清楚這樣子 對啊 你的確挑戰了觀眾的視覺 但是觀眾也很累 就是觀眾 觀眾也是沒有gay到 沒辦法讓觀眾gay到 我其實有gay到啦 但是我其實覺得一般觀眾 要gay到這東西會覺得很痛很累 或者是要有點辛苦 因為我其實知道說 曼蒂想要描繪的是一種迷幻的感覺 所以他用那些視覺元素在 讓觀眾進入那種迷幻狀態 可是我那時候看完是覺得 其實這部片還蠻厲害的 但是如果我不是在電影院裡面看 我可能會關掉 你知道嗎 對 但是你要在電影院裡面全黑的 我真的覺得 尤其在那個時間點 我真的覺得車庫那時候 玩那個尼可拉斯凱奇影展 你知道 一口氣拼他四部 你知道嗎 當我看到最後一部曼蒂的時候 我是真的有一點惶神了 然後惶神的時候 在看著那個女生啊 那個畫面 然後有人盯著那個女生 然後畫面突然間彈珠 彈入彈珠彈入這樣子 那種感覺 我真的覺得好像嗑藥 就有一點吸大巴 然後在那邊 惶神的那種感覺 雖然我沒有吸大巴 但是他有一種 那個什麼利用視覺 讓我覺得 然後我又已經有點想睡了 然後就突然間有一種 夢境的味道 進入這種感覺 你知道嗎 我是在那種環境底下 然後我覺得 我幹 蠻厲害 蠻厲害的 你知道嗎 半夢半醒之間 然後裡面的人 講話也是很慵懶 有沒有 所以你就會覺得 那可是 我覺得 那部片 就是他的 觀眾 能夠接收到的部分 就是沒有辦法像劇烈這樣子 這麼直接 你知道嗎 他是直接刺激你的 對 我看劇烈的時候 就是 他好像有兩個半小時吧 大概 就是其實還蠻慘的 蠻慘的 但是你不會累啊 你就會一直很 有興趣 還蠻明快 就是很有興趣知道他要 雖然有幾段 我覺得是 我知道你 一定接下來要幹什麼的 比如說卸妝 三次這種的 第二次我就知道 他一定會有第三次 他一定不會去吧 但是 好啦就給他過了這樣子 OK 好吧 來 你去去去 可以 講回這部片 我一開始 看到 他那個 預告的時候 我在猜 他的故事 是不是說 欸 戴米木爾 他 打了那個針之後 他本身的 就變回年輕了 就變成 那個 瑪格爾 瑞特庫里的樣子 然後只是 兩個人 同一個身體裡面 產生不同的意識 然後互相爭奪 有同一個身體的故事 就是有點像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化身模式 那種 對 但是結果發現 欸 不太一樣 因為他 情況是 欸 那個女生是從他身體裡面 分裂出來 可是好像 欸 他好像沒有解釋說 他的 意識 是不是整個完整的摳鼻過去 因為感覺上 他們好像 欸 就是 是兩個個性不太一樣的人的感覺 那兩個記憶不連同 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到中間 應該是到後面 才開始越來越明顯 對 但是老實說啦 我其實覺得這個東西 你要怪廣告不實 知道嗎 因為他的廣告裡面 他的實用標語裡面說 記住你們是一體的有沒有 對啊 這件事情到最後證明了 不是 這件事情到最後證明這是假的 是啊 對 因為 如果你們是一體的 那你們兩個人 是不可能同時 醒過來的 對吧 對 可是最後一刻他就醒過來 醒過來 最後那個有點打臉 那個前面那個 對也就是 這是這個 這個 這個藥物啊 的那個什麼 副作用 明顯的副作用 對 他騙 他騙使用者 你們是一體的 事實上你們不是一體 所以才會造成這樣子的問題 對 好吧 而且 這個很有趣喔 因為 如果要講他們的 兩個人的關係的話 反而比較像是母女關係嘛 就是 年輕的那個 是從老的那個分出來的 可是 他 像他 可是個性又不像他 然後又不受他控制 那種感覺 而且 我覺得到最後 他隱約有在講 所謂的 所謂的 世代對立 然後爭奪權力 跟資源的 是啊 東西 這邊相當明顯 這個還蠻明顯的 對相當明顯 沒有你要看有些人 願不願意承認這件事啦 如果是一體的 那到最後這個故事 基本上只是 你愛美 你的皮相 這件事情而已 是你們不是一體的 那就是世代對立 對 因為這部片 台灣有拍過類似的題材 嗯 知道 就我們張正眼的 氣魂 因為氣魂到最後 要講的事情 其實就是 我也是聯想到那一部 可是內部跟這部 最大的不同點是 他們的記憶是有被尻過去 當然 超過去 如果你要認真來講的話 他們還是兩個獨立的個體 對啊 是啊 只是他們很早之前 就讓你顯示他是獨立個體 對 然後很不幸的 就是老的發現了 他複製了一個人 那是他想像中 那是氣魂裡面 讓我都最後覺得 這真的是一個諷刺的事情 你自己本身 啊 生了一個女兒 這個女的 正是你自己最想要擁有的樣子 可是呢 你卻不願意死去 你不願意把這個所有的資源 變成他的 所以到最後就兩個人在那邊耗著 所以那你 所以就會變成 我覺得那個到最後 那個時候 就真的是在講兩代的事情 對 你明明 這個其實是我覺得 那個時候我們在 養育下一代的議題上面 非常 不願意去面對 然後又很黑暗的事情 對 你希望你走 劇烈非常赤裸 因為他把很多事情叫單一 所以你就 就開始去想這個了 對啊 而且 因為 他前面有講 要 每個人 都要七天 然後 不能超時 然後才能打到那拼 但是怎麼 你覺得有可能嗎 因為 年輕的那個 得到 權力 慾望 之後 怎麼可能還會把東西 交還給老人 等一下 你要不要把這個東西 其實他可以引設很多事情 政黨輪替啊 對不對 你就是不願意 不願意交付你的權利 對不對 但是 你們是 對 但是你們是一體的啊 對 所以到最後就會變成 你必須要 你們必須要交換 才能夠正常運作 但是你只要一不交換 就會出事 對不對 也可以 那你要這樣解釋也可以 對不對 好 不要這樣講 不要那罐藥也綠綠的 那要拿到藍藥嗎 還是紅色的藥 blue pale 跟 red pale 這樣子嗎 好 那當然啦 這部片 當然他最主要核心一體還是 就是每個女 女演 甚至說每個女人 到最後都會 面對的內心深層恐懼 就是年華不在 然後 開始老去 對 那 他找代迷我這種 哇 以前過去是 巨星 然後現在 已經 有點被新世代的 觀眾 遺忘的 演員來演 這一部 超級有說服力的 然後 可是 我覺得 他的 這個角色設定 並沒有 那麼完全符合 戴咪摩爾個人人設 因為你 剛才 也有講 他這個角色 一開始 就說他得了奧斯卡贏 然後 過去之後 被迫去 做那個什麼 健身運動 的 表演 才 維持住他的生活 所以 這個 就像你講 他反而比較像 他如果以人設 背景設定 反而比較像 真方達 對啊 沒有 他其實很明顯就是把很多東西 很多女明星的那個形象拼湊在一塊 但是呢 在於那個什麼 健身教練 健身課這一點 其實 我覺得第一時間你一定 你不會 你是很難不去聯想到真方達 因為真方達就是 等於是把有氧舞蹈發揚光大 他就是只有他 要先有他 然後接下來才會看到現在什麼鄭多彥這些東西 他真的是第一個做這件事 他是第一個把這個東西大眾化 對 而且是一個好萊塢明星 然後跑去做VH 就是錄影帶的 我還記得你如果去看 迪斯尼Plus 裡面有一個 他有一系列紀錄片 裡面有講那個80年代90年代什麼的 80年代那一段就是他去訪問真方達 那真方達其實就有講這個故事 就是說他其實 因為當時的女生其實是不被認為要運動 運動那個時候是男人的玩意兒啊 上健身房只有男人啊 所以那個女生是不能運動啊 對可是呢 女生在運動的過程當他說 其實真方達有講說 他其實那時候身體受到受傷了 所以他需要一種比較靜態的一種運動方法 就是他沒有辦法去跑步還幹嘛的 所以他就開始 就是有人教他要用那種類似有氧舞蹈體操的方法 然後就是想說要把這個東西發揚光大來那個什麼 這是他的說法啦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因為他 因為接受訪問你也可以講得很冠冕堂皇嘛對不對 對 搞不好那個時候其實只是想賺錢啊對不對 對 然後他就開始要練啊 開始要練 然後那個時候剛好錄影機又出來了 然後錄影機在那個時候 錄放影機在那個時候是一種革命性的產物啊 對就是你可以把東西錄下來 然後你不會不用用那個film 以前的人要看東西可能只有電視 然後或者是去電影院看 電影院啊 只有兩種選擇 只有兩種選擇 VHS是一種你可以把你沒有看過的東西錄下來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那個時候去租東西 去買袋子回來 或去租袋子回來 那個是第一個 而且變成你就是你想看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來看 不像電視或電影有比較有時間上的限制 對那也是第一次可以開始回放這種東西 所以在那個時間點 我還記得在那段訪談裡面說 非常多電影與電視業把這件事情當成很嚴重的威脅 因為那等於是他們的市場被吃掉一塊 這市場被侵占了 然後在這個時候一個電影明星決定去做這件事 事實上他有點想要跳下去 其實以商業角度來講 他是跳下去做第一個市場 可是大部分那個時間點 很多那個什麼電影業的啊 電視產業事實上都把這件事情當成說 哇這是一種不入流的事 對因為大家那個時候 你知道通常啊 會進入新媒體產業的第一個是什麼 射行行業 所以很多人就想說 還傳說真方達就排A片 而且而且老實說真方達 他事實上在拍電影的時候 事實上是有一點艷辛的形象的 對他有一部叫什麼 上空音詞嗎 對啊 而且聽說這部好像要找那個誰 洗你音詞位 要重拍這部片 真的嗎 這部片重拍嗎 跟不知道要講什麼 你知道因為我曾經在 老師我沒有辦法把那部片看完 你知道嗎 我曾經在亞馬遜有這部電影 之前有啦 然後我那時候看的時候 我想哇幹這部片好無聊 就真的只是一個 他的身體的特寫 可是他其實就是在賣他的性感 就在賣他的性感而已 因為有一部他的太空船 是完全都是毛茸茸的 那個地毯的感覺 然後他就在那邊飄啊飄啊 然後他露點了這樣子 然後很多他的特寫 我想這部片為什麼 這畫面持續這麼久 你知道嗎 因為為什麼在我們這個年代 比他更生猛的A片到處都是 我其實是沒有什麼耐心 看這個女人慢慢在那邊滾來滾去 你知道嗎 而且他是一部電影有劇情 我說這劇情在哪裡 你知道嗎 所以好吧 這個是當年的軟調色情 軟調色情片 軟調色情片 Soft 不是那個會讓我軟調的軟調 好吧 好 維迷 不是維迷 不是維迷 是軟 Soft 就是他不是Hardcore 他是軟調 好吧 好 回到這部電影 除了這部導演有挖掘出 女性對於 容貌不在嘛 然後 就是 但是他也有批判了一下 男性那種 男權思想很明顯的 就是 丹尼斯奎德演的那個角色 我不曉得他故意怎樣 還取名叫哈維 有嗎 我有隱身那個 我們那個MeToo事件那個 哈維 我覺得他的視覺畫面 是比較像文斯麥馬漢 你知道嗎 就是 你知道文斯麥馬漢在 WWE裡面摔角的那個什麼 他每次出場 是非常張揚的走路方法 他是比較狂的 狂也 然後或者是他的驚慌啊 驚訝聲音都 表情都很巨大 他會這樣子 所以你就會 我其實都覺得 丹尼斯奎德好像有點 刻意在模仿 文斯麥馬漢的那種誇張表情 而且他一開始 給他那個鏡頭 他在吃蝦 他就用一種很 狂野 那種生吞活潑的 對 那種東西 讓你感覺到很不舒服 那就是充滿一種 老白韓人的那種傲慢 而且他不只是說 好蛇 而且他也是 怎麼講 對於員工 對於 好像比較沒有用的女性員工 也是有種嫌棄 他不是一個角色 就是 女助理嗎 就嫌他名字太長 然後叫他改名 簡化他的名 他就是不把人家當人的 那種 當工具的那種感覺 有沒有 嗯 對啊 這個還蠻明顯的 而且 他到後段有一幕就是 他找到那個 新的那個年輕的 書的時候 他後面不是有一段 哇 找一堆 老男人 有沒有 他好像要介紹 書給他們認識 哇那個畫面 超級 男性凝視的畫面 你有沒有 一群色 色蜜蜜的色老頭的感覺 那個畫面很哭不立刻 就是那種 我覺得他比較像發條橘子 你知道 就是他把一些畫面相當的象徵性 因為他就是這麼幾個人而已 然後 那幾個人那個什麼 看的畫面 是開枝散葉型的 然後那個構圖是 喔 好吧 OK 然後他 然後 對 後面那個 那個一一三百的角色啊 他因為 書前面違規了嘛 過度抽取他的那個 那些 體液 之後 他變快速的衰老 所以他不是後面 打算要喊停嗎 對 可是 他那動作只做一半 就是 要打那個 停止技的時候 然後 突然 看到 回頭看到那個 就是 他們聖誕節要 有一個主持晚會的那個 欸 是跨年的聖誕節 跨年 啊 對 跨年 對 那個 就是那個 節目單的時候 他又覺得 就是 他還是覺得 有點 還是希望 能夠 藉由這個角色 你要不要 去 能夠 帶他 重回 他那個 講白臉 他就是 沒辦法捨棄 當年 他明星 當明星的時候 那種 萬能促擁的那種感覺 然後 還是想辦法 把他 把那個 書給救我 但是我覺得那個 有點 矛盾的地方是 他是渴望自己 本身 受別人 觸擁 可是他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他只是製造 另外一個人 去接收到別人的光環 對不對 所以 我才會覺得 他 他的關係 真的比較像母女 就是母親把他 想要達成的東西 投射到女兒 女兒 就是新的 那個 角色身上 真的比較像母女的關係 可是 最後 女兒 就是 受不了母親的控制 開始反抗 而且最後那一段 就是 他們兩個人互毆 尤其到最後那個 書 直接把他 把那個 一一三百的頭 去撞向玻璃 那個 哇 那個 象徵超明顯 青森 對 對於 權力 搶奪 對啊 權力鬥爭 超兇狠 但你可以看到那一段 其實他也是有點批判 為什麼 因為他最後事實上在詢問 那 你要恢復正常嗎 就不會 就只有你而已 你能夠忍受只有你嗎 對 但是戴咪摩爾的時候 演的伊莉莎白 事實上他其實沒有辦法忍受這件事情 他到最後還是願意救他 對 但是救他的結果 這個 復活的這個女生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放過他的 對 這件事情是 他們沒有辦法和解 對 好吧 好 然後 差不多 到後面的話 就是 最後那一段 大家覺得 就是 很預言式的那一段 他 已經變成一團肉 然後 還帶著面具 去 參加那種 那個 晚會 就像你講 那邊已經沒什麼 邏輯可言 要不然 怎麼可能 大家就這樣放了一個 很明顯的 怎麼可能讓一團 不是人的東西進去 他怎麼會讓這個怪物進去呢 對 還讓他直接到舞台上面 而且一開始觀眾的反應還沒有很驚嚇 是 他 後面有一些噁心的動作 突然觀眾 還在那邊驚嚇 而且 我覺得他看到後面 也是有在批判男性有沒有 因為你沒有發現後面 突然就是一群男生 很憤怒的 去 推擠 他 然後甚至還有人 拿東西 攻擊他 最後還有人拿個 應該是斧頭之類的 把他頭 直接砍下來 對啊 我覺得他這個東西 也是很刺我在講所謂 男性霸凌 就是 就是一群男性 在霸凌一個 不符合他們審美觀的 老女人的那種感覺 對啊 是啊 所以我才會說這部片 真的是 就是我深蒙有力 又很直接 對啊 所以我才會說 就是 也今年 甚至可以說 近幾年來看到最直接 最有力 但是 對啊 很刺我的東西 好 OK 好的 好 不按其實 講的那個什麼 比我有時候想的事情還多 OK 有嗎 沒有 我覺得是他這部 真的很直接啊 是啊 真的到最後已經不是暗示 已經幾乎是民視 因為我是在 因為他是民視 所以有的時候 我其實不太想要再去剖析什麼 東西 因為他太直接 所以我在感受的時候 我就會啊靠啊 你看你這媽超級故意的 對 對 那 但是你可以 因為他的很多東西 他的民視 他還可以解讀各種事 所以你看 你有時候講說 他是在女性 在前半節 他是在講女性 其實對於他自己 容貌焦慮這件事情 對 那可是到最後 他變成是世代對立這件事情 對 可是呢 我覺得世代對立這件事 跟搶奪權力 你看我事實上 還可以把它轉譯成政黨輪 對 為什麼 因為他不 這件事情已經不只是女性的事情了 因為你可以發現人類 世代對立 事實上不管男的女的都會發生 對不對 那也無法和解 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他們 七天輪一次其實在告訴你說 他們必須 吸收共同的養分 對不對 他們也必須要適度的休息跟輪回 才有辦法健康成長 這個我覺得 我覺得他是在暗示這個邏輯 但是這個規律 對 但是只是說 而不是 你知道 所以我才說 如果哈利要去用那個什麼 微笑二的方式去解讀他 那你只會覺得這件事 你只會覺得這件事情太無聊 因為他真的就是一個從錢窮錢 有一個公主 他老去了 然後接下來怎樣的那種童話型故事 給成人看的童話 他是有一些 他是有想要告訴你一些道理的 應該說他有一個想要批判的東西 只是他真的是用比較直白的方式 對 那這些預言體故事 所謂這些童話型故事是 他把旁邊的很多東西撥開了 都把它排除掉了 這些東西就是必定是要這樣 因為他本來就有事情要告訴你 所以 比如說有一些 小朋友不是在 那個大人在講故事的時候 會在旁邊說 那為什麼白雪公主 一定要去七個小矮的那個地方 然後這個時候 是不是大人就會覺得 他故事說不下去 對不對 這部片事實上就是這樣子的邏輯 所以你如果去探究 怎樣 所以我覺得這部片 如果你跟微笑惡比的話 我覺得 如果一般人來講 可能微笑 他們可能比較吃得下去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劇烈他有個問題是 除了他畫面真的比較烈奇 甚至可以說噁心之外 到最後 甚至你會覺得他 有點ㄎㄧㄤ 甚至可以算是ㄎㄧㄤ的感覺 所以 所以我就說這部片 他其實是要給聰明人看 你知道 我那時候其實寫的簡單的就是說 如果你是個知識分子的話 那你就一定要去看這部片 對不對 因為你是 我把它放大到你是知識分子 不是你常看電影的人 對 因為我自己認為 你如果是會想事情的人 老實說你會常看電影 但你不想事情 那你也不適合看這部片 對不對 對 你只會在那邊 探究他的合理性 對不對 那就沒意義了 對不對 不合理啊 一定會有人說 但是你去想不合理這件事情 只是代表你沒有在想事情而已 你只是一個想 常看電影的人 你說他不合理 對 你也可以從不合理這邊講 對不對 他為什麼要 怎麼只有另外一個人而已 那這個商品為什麼沒給錢 對不對 像哈利剛剛問的問題嘛 對不對 對 就會開始去思考這些其實不是問題的問題 對不對 對啊 也是有一些 東西你會覺得怪怪的 比如說 為什麼 他的臀部會突然冒出那個肌肉 因為那個明明就是一個 那個 那其實是一種視覺延伸跟視覺恐懼 知道嗎 對 因為他這個東西其實接下來是套用在那個老人 老的一直在吃東西 嗯 他放棄了他的生活 所以他很生氣 覺得他浪費生命嗎 對不對 好吧 然後那好吧 其實 欸 我要補充什麼 因為你剛剛在講真方達的時候 我已經大概也 也表達我的意思了 這部電影其實他是把很多女性 的問題把它集合在一塊 在一開始 對 那最後 好啦 我再補一下那個時候 你最後可能再講這個ㄎㄧㄤ的部分 你知道嗎 因為他的最後那一段其實真的有點像是那個 如果你要講那個什麼畫面的重疊性跟他靈感的來源 你知道嗎 我覺得他在肉體恐懼上 我覺得他讓我聯想到是大威科能寶那樣子的片 你知道 變形人 類似像變形人 像變形人這種東西 就是人之所以那個什麼 人已經變得不像人 當然我真的覺得他在特效上面的那個什麼 我覺得 如果你要把他當科幻片看 你會覺得很啼笑皆非 你知道嗎 吃一個化合物 一個完美物質 就可以讓你分裂 但是你分裂的方法讓我都覺得 哇今天人其實已經不是人 這是變形蟲 你知道嗎 這是一種變形蟲才會有的 烈奇耶 從背部那樣裂開 對從背部裂開 那個我靠你們史萊姆 但是他在視覺上給你一種恐懼感 對不對 或者是在縫線在縫的時候 他是故意的 知道皮像這個東西啊 在縫這個東西 所以你就會不舒服 老實說 我其實我的確 對於我這種會 對肉體的傷害有恐懼的人 我會害怕的 對 所以你開始比如說那個老人家的那個什麼 骨頭快要斷掉啊 什麼的 或者是他吸 我很怕他的手指頭掉下來 你知道嗎 因為他 比如他多一天 然後那個 半英模就多摔倒一下 然後他的手指頭會變成老人家的手指頭 然後他會在那邊一直去戳洗他 然後他不小心把他自己弄受傷了 然後他的手指頭會掉下來 對 因為他的音效在那個時候用的也是很大聲啊 然後你真的很怕他接下來會 哇 他不小心把他自己弄受傷了 然後拿一塊皮 血會開始丟 然後他的手指頭會掉下來 對 OK 好吧 再回告那個什麼 我覺得 知識分子 應該去看這部電影 然後如果你是 不常看電影的觀眾的時候 我也會預告 你看到為什麼 會有什麼反應 你的三觀會炸裂 因為你太少看片 因為 如果你是常看電影的人 你甚至是弄那個什麼B級片 也會去看的人 然後或者是你是影展片 會去看的人 這個其實也不是說多麼奇怪的事情 對 但是我為什麼會讚賞他 是因為他在這個時代 比較罕見 對 這種東西其實是比較常見於 那種那個什麼 憤世技術的學生 會拍的東西 你知道 我還記得那個什麼 方基默 剛剛才有講 方基默曾經拍一部門 你知道 門戶 他是在 在講一個那個搖滾歌手的故事 然後他裡面有提到 這個方基默他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他曾經 去看他的同學 參演他同學的電影 然後裡面有一段就是 哇靠 那個什麼 就是 用巴黎米拍 然後拍一個人 然後那個什麼 就是他扮成耶穌 然後被釘十字架 然後是旁邊的一些 那個什麼 穿著西裝打著頂帶的人 在釘他十字架 你覺得這樣子的片是怎樣 就非常批判啊 然後又非常 那個什麼尖銳的東西 的視覺跟訊息去刺痛觀眾 為什麼 他們在挑戰世俗啊 那這部電影 你事實上就是屬於這種東西 但是 我為什麼要 讚賞他呢 因為這種東西 現在這個年代比較少人幹 大部分人在拍的時候 其實只是想要展現自己的才華 展現自己的創意 才藝 然後或者想要把它搞得很商業 好讓自己其實 有錢賺獲得名利而已 但是這一部我其實覺得 他就是很明顯 他在挑戰一些東西 挑戰一些你自己的觀點 這樣子的東西 他可能更接近 行動藝術類的東西吧 是吧 對不對 但是他是用電影這種形式來 來演出的 所以也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在當我了解他的意圖 跟他的衝撞的時候 我到最後會 忍不住鼓掌 為什麼 因為大概在那個時候 他最後變成怪物 然後出去展演的時候 我就已經知道 這件事已經不寫實了 他只是在嘲諷 現實生活上的人是怎樣 那東西變得比較像什麼 比較像廣告 對不對 比較像一種藝術作品 他故意衝撞 然後做一個不可思議的事 然後讓所有人用操場的反應 然後再嘲諷 現實生活中 不就是這樣嗎 對不對 那已經不是劇情了 對不對 就是一個醜的人 他已經分裂成這樣子的怪物 但是他還是拼了命的想要 上舞台 想要滿足你們這些人 想要那個時候 大家奉承他 對不對 我還是我啊 對 雖然他自己本身已經知道 他自己不是他了 但是他寧可那個時候 用那個照片 貼在自己眼上 請問那是不是化妝吧 那是不是化妝的強化版本嗎 對不對 因為他前面戴兵摩爾 那個時候連續化妝 三次也不願意出門見人 那就是把自己 裝扮成另外一種樣貌啊 對 讓他最後最終極的 就是戴上了面具 這個我都覺得 我講的 你們都覺得那個時候 嫌我講多餘了吧 對不對 你們的確是Gay到這一點了 對不對 而且他自己也視覺 也講得好清楚喔 那個時候 他的臉上長了一顆胸部 你知道 然後前面還有一些面試的台子 面試的人說 哇可惜他的臉 那個什麼 胸部不是長在臉上 其實在剛剛的台子是在講說 那個面試啊 那個兩個在面試那個書之前的 那個女生是說 意思是說 他身材很好 但他長得很醜 對不對 所以可惜他的胸部不是長在臉上 他胸部很漂亮 只是胸部不在臉上 對 但是呢他這邊是視覺化 讓胸部在臉上 然後胸部掉在地上了 你知道嗎 噁心了 你知道嗎 噁心的女人 殺了他 還好女生沒去看 殺了他 然後接下來 對 那等到他斧頭砍出來的時候 血亂噴的時候 然後所有的那個什麼 舞台上的人都被血噴著全身 然後所有人 然後那一段事實上 讓我聯想到就是 星空房境地那樣子的畫面 你知道嗎 為什麼 這個真的是血肉視覺 除草雞大屠殺 對 除草雞大屠殺 其實你知道 看星空房境地的感覺 就是你一開始覺得很恐怖 但是裡面的人 有非常荒謬的行為 所以你又忍不住笑了 然後直到最後這一群人 在解決那些僵尸的時候 既然每個人 開始面肉笑容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他們 殺到 你知道他們殺到那個情緒 已經扭曲掉的時候 這部片突然間那個什麼 升華成另外一種狀態 你本來覺得是恐怖片 結果到最後 竟然變成喜劇片 變成狂喜的畫面 那個其實是我覺得 星空房境地裡面 彼得傑克森在玩血肉 你知道嗎 他成功的讓你 感受他的變 感受到他的變態 你知道嗎 就是他其實 骨子裡面 彼得傑克森是個壞小孩 你知道嗎 就是他是那種 我記得他在魔界的訪談裡面 大家比如講說 彼得傑克森就是那種 那一聽到那個時候 我們可以在電影裡面 做一些血腥暴力畫面的時候 感到很興奮的人 所以他們會 嘿嘿嘿 我們來把那個半獸人的頭看掉 嘿嘿 很高興 你知道嗎 對然後他說 其實他就是把這種喜悅 展現在星空房境地 那樣子的電影裡面 對可是呢 那種 血噴啊 然後大家再慢慢的享受這個血 灑在臉上的那種畫面 你知道嗎 在那個什麼 這一部劇列裡面 你知道 那一段很荒謬 你知道嗎 對 相當荒謬 但是你看到那一段的時候 你不會是覺得恐怖 你是覺得很好笑 對吧 所以才會說是ㄎㄧㄤ嘛 對不對 對啊 所以才會說ㄎㄧㄤ嘛 但是這個東西 就很考驗一般人的接受度 是啊 是很考驗 所以我才說你如果很少看電影 你就是三觀乍列 但是如果你常看電影 你也許能夠感受到這一種情感 然後因為他在瞬間給了你好多東西 他已經不是利用劇情的方式來讓你領略東西 他是真的只是純粹用視覺 然後你能夠從視覺上去感受東西 老實說在那一刻開始 你已經在欣賞藝術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你知道像你去看一幅畫 你去感受一些行動藝術有沒有 事實上他們其實有的時候不是在講劇情 他是在傳遞訊息 對不對 然後這個蘋果小姐可能會很開心 聽到我突然間在講這件事情 那我為什麼平常有的時候 看到一些獨立製作在描繪一些那種 比如說那個意識流的東西 我會很不耐你知道嗎 因為有的時候是我已經給到訊息 然後你一直不斷的持續在那邊 然後我就覺得我已經沒有吸收到東西 你還在那邊一直弄 我覺得很煩 所以有的時候會覺得有些東西很 很慢 但是他這一段 事實上他是有辦法在瞬間 哎靠媽 你接收到很多東西 你知道嗎 對 然後到最後咧 他的那一塊 那一坨爛肉 你知道 逃出去外面嗎 然後那個什麼 他的身上的東西掉下來 然後只剩下一張臉 然後那張臉 慢慢的爬到那個星星上面 那其實是回到他一開始電影的最開頭 電影的一開頭是什麼 一顆那個什麼 好萊塢的星星 伊莉莎白 Spark 他叫做 史巴克 Spark 對 然後伊莉莎白 史巴克這個星星 然後他但是他是從羊角 他是從那個上帝視角看嘛 所以每個人都會經過那個星 然後一開始呢 還會去看這個星星是什麼 然後後來越多人越不在乎 對 後來大家都踩過去嘛 然後最 很明顯的 有經過一段時間 因為你開始 開始裂化 對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其實在那一段畫面就告訴你 一個人的名記是有限的 有沒有 他的確大家過一段時間就忘記他了 然後最後怎麼開場的是 一個那個什麼 披薩掉在那個地方 然後那個番茄醬在那兒嘛 對 然後那個有一個趕快把它撿起來 擦一擦然後走掉 對 然後咧 電影的最後是什麼 這一塊 戴咪摩爾的時候演的十八克爛肉 你知道嗎 伊莉莎把十八克的爛肉 盡全力的往前爬 也要爬到那個星星上面 你看到那邊你其實也忍不住佩服他 為什麼你能夠不為這件事情 舉一把同情之類嗎 他如此的努力 你知道他那個用那塊肉 然後 我們戴咪摩爾的配音嘛 爬過去 那塊肉在 在慢慢的 移動 你知道嗎 然後他移動到那塊星星的時候 他突然間感覺到舒坦 當那一段的時候我是一直狂笑 哇星巴克啊 對伊莉莎白 Spark 那是星巴克 Spark Starbuck 我那時候是直接在戲院裡面叫出來 哇星巴克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他的畫面也好像星巴克 對不對 星巴克的logo不是一個女人的臉嗎 哦 他不是正好在那張臉上面嗎 然後那個什麼伊莉莎白還叫做伊莉莎白 Spark 什麼 Starbuck 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嘛 這個你能夠不這樣聯想嗎 你知道嗎 但是那個東西那個畫面還有多重意義嘛 這個聯想就有點多了 這聯想多但是你不覺得他的確有重疊嗎 我這樣講你能夠否認說沒有辦法這樣想嗎 若純事絕來講的話 是啊 是啊 對啊 我也許他不是故意 但是那個什麼能夠讓我不這樣聯想嗎 然後我那時候真的還聯想到梅杜莎 你知道嗎 就梅杜莎的那個 那張臉啊 他那張臉 當他那塊爛肉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那個Spark是火花的意思啊 是那種青花的意思 我知道啊 對啊 但是我講Starbuck 是不是諧音上面其實是很重疊 然後他的樣子跟logo是很像 我不是說他就是這個東西 但是我得說他讓我聯想到這個東西啊 應該不是 因為其實我 據了解星巴克的logo是一個 這不是重點 我就跟你講說我想到這個你那不像嗎 然後你就說他不是 廢話我忘了知道他不是 你知道嗎 我的意思就是說我想到這件事情 我不是說這個導演想要幹什麼 我是說他不得不讓我聯想到這玩意兒 所以你沒想到這件事 當我這樣說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同意說他跟他有相似之處 不想回答我 我說我覺得他的那個模樣看起來像是 那個白芝麻的炸雞 對但是那個時候 當我但是當我說他像星巴克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你有沒有辦法同意他有點像 哪怕是一點點 我想問一下 你說長得像星巴克是最後面那個星星的畫面嗎 是啊 我說真的我看當下我沒有覺得 好吧 那我就沒有辦法 但是當我這麼說的時候 你們那個時候 當我提出這邊的同意 同樣的東西 那個Spark跟Starbuck的時候 他們是有沒有是不是類似的東西 我從來覺得你們很煩你知道嗎 對你們說真的耶 這樣就好了幹 他不是還不是這樣子的 你有沒有靠北啊 是是是 媽的咧 我們要迎合一下 對真的耶 好像喔 我就說 我就說 幹 我就說他看起來就是有像 媽的裡面說他本來不是這樣子 那你就不能夠跟我說一下 欸幹 媽的我還沒想到耶 你們有個靠北了 你知道嗎 沒想到啦 所以馬大是有看過嗎 一句聲音都不想回 我就覺得媽的裡面很雞巴 你知道幹 你知道嗎 所以馬大有看過 然後你又接下來要開掰 我覺得沒有耶 媽的咧幹 你知道嗎 你沒有辦法跟我說說 欸幹 他東西的重疊像 你能連一點點同意都不願意嗎 那你那個時候沒感覺 然後你自己本身又沒有多餘的感覺 然後我跟你說有感覺 那媽的你說我覺得不東西 我就是我覺得這東西 那他本來不是這樣子 那你自己在想什麼 你自己什麼都沒想 然後幹我講說我自己的感覺 然後你跟我說 那不像 你不願意同意我的想法就算了 你是那個時候甚至連一點點 我幹 站在我的同個角度去思考一點點 都不願意的意思喔 沒有啊 我只有剛剛你那一段我覺得 你說以星巴克我覺得還好 我沒有太對 我只覺得他前後呼應的還不錯 而且 我一直以為這個導演是男的 欸結果是個法國女導演耶 好猛喔 我老實我剛剛就已經講了 如果他不是女導演 我覺得那個什麼衝撞這件事情 應該是會被罵的 欸真的真的 如果他不是女導演的話 一定被罵死 因為他的物化那些特性真的太明顯了 你知道嗎 你要問我為什麼不發脾氣 是因為我每次講出這個東西來 然後罵他那個什麼 大家鴉雀無聲 那你就算了你知道嗎 尤其無聲你就算了 然後接下來他媽的 準備要反對我 我剛剛要啟賭啦 你知道嗎 看什麼東西啊 有些東西沒有特別講 是因為同意你的意見啊 但是如果 會特別開來講 就是表示有其他意見嗎 其他意見 你之前每次開腦洞的時候 我都還會復合你 欸媽我還沒想過 對不對 欸你開腦洞的時候 如果我同意的話 我也沒有不復合你 欸幹 我覺得我的腦洞 事實上重合性也算高了 好不好 那你們每次腦洞開一開 我覺得乾媽 這有點太 有點太 那個什麼 有點太差太多了 對不對 這因為在視覺上面 在視覺上面 事實上他是很接近的啊 可是他不是綠色啊 廢話 所以你一定要是紅色的就可以 對不對 你在 我在 我在講重疊的東西 你一定要在裡面找不一樣的東西 就對了 是吧 但你就不願意同一重疊的東西 對 你就不願意看到 我所看到的同樣的東西 你要在裡面 硬要找不一樣的東西的意思啊 因為 星巴克 如果裡面也沒有星星這個東西 他沒有星星的東西 但是他有一塊 他有一塊臉在那個地方啊 就是半神像 對 但是你第一個直覺 你會說那個是神像嗎 一般人看到的東西 你為什麼在星巴克上面 看了一個神像在那邊 我說半神像 半神不是一張臉 哪有半神 他只有臉而已啊 我沒有看到身體啊 那個那個 講到星巴克 半神就 你常去的西子星巴克在哪裡啊 就在西子啊 西子 我就是在西子火車站嗎 喔 你到西子火站那裡去囉 對啊 怎樣 有點點 因為我想說 我在西子住那麼多年 奇怪 西子有西子 你沒有去西子火車站 因為 我覺得西巴克太貴了 所以我上去 拜託 每次你們請吃飯 你們請吃的東西都嘛 比我平常吃的東西貴好多 因為西巴克只是買咖啡喝嘛 對不對 因為現在買咖啡的 店已經太多了 你知道嗎 像我家樓下只有85度C啊 而且我自己 本身有磨咖啡豆的習慣 所以 然後西巴克除非是離我比較近 如果磨咖啡豆的習慣 你怎麼會想要喝85度C 沒有 我說如果有時候要喝東西 然後懶的那個的話 我可以講喔 磨咖啡豆是一回事 嗯 你有沒有 呃 我只能喝同一種咖啡豆 不同的方式做出來 味道覺得不一樣 你要什麼機器做出來 跟我手中真的不一樣 還是會有差喔 我想真的喔 真的有差喔 但是那要怎麼樣 我在家也會煮咖啡 可是我為什麼要去西巴克 對啊 就是你的習慣吧 你好像 蠻習慣去星巴克坐著喝咖啡 跟想東西嘛 所以因為這是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你很容易聯想到 我覺得這很正常 可是 星巴克對我來講 我可能就不太日常 所以我比較少去聯想到這一塊 因為我今天 我去哈拉影城看劇烈嗎 因為 說真的喔劇烈真的是 因為 我只能 因為我 前兩天都在趕工 趕工到就是 累到不行了 你知道嗎 然後 好不容易弄完了 然後我 原本是想要看 有沒有早場去看 因為我喜歡看早場 結果劇烈 他媽的 今天在哈拉影城 只有晚上 是一點不少 就是場次不多 而且都是晚上 然後我想說 我晚上 因為我今天晚上 如果是早上 我才好精神 你知道嗎 可能趕工趕到差不多 趕到早上 早上可以看完 那時候還有精神 但是我如果 如果是晚上的話 沒有我都是趕工趕到晚上的 就是 我寄東西最慢是6點半去寄 所以我都趕到6點半左右 然後趕完之後 就是 到回來睡覺 因為常會趕工趕生幾個小時之類的 那今天的狀況就是 我其實已經感到快累死了 然後我已經有點放棄 不想去看了 因為真的太累了 真的太累 但是我又很想要 看看這一步到底效果怎麼樣 因為有人跟我講我會失望 因為他練習的程度沒有那麼誇張 有人跟我講說會很棒 然後而且你知道這一步 因為大陸已經上了 所以其實大陸已經有盜版流出來了 所以已經有很多人在做解說了 你知道嗎 然後我那時候 我因為有時候我會開Bilibili 或者是那個其他他是自動播放的 你知道嗎 我就 其實我已經看到結局 我已經知道 我已經就不小心看到 因為有時候會開著當廣播聽 然後結果就 我不小心知道的結局了 但是 我因為你知道在大陸那邊的Bilibili 他們很多東西是不能放的 所以他們很獵奇的畫面 只能用嘴巴簡單帶過 他不能講他那個 所以我就算已經知道結局了 我就算已經知道過程了 可是我聽大家這麼講說 我還是很想去看 然後 因為我真的怕很累 怕我 很累到睡著 你知道嗎 然後我必須要承認一件事情 我甚至想說剛好真的不行 可是我好想看 好吧 那我只好在家裡面 時間真的搭不上 我想說好看一下 我直接上網找資源來看好了 因為真的太累了 結果我看了大概10分鐘之後 沒有 我就說不行 不行 這一部 前10分鐘有引起我的興趣 我一定要去點員看 對啊 然後 我撐到了 5點多都已經弄完了 有沒有 我好想說我要出門去看 可是我真的好累好累 你知道嗎 我真的好怕我騎著 騎到睡著要幹嘛的 結果 我就是我們跟我女朋友講 你講說我們好 就準備騎著出門 然後就跟我女朋友聊說 這網路上其實可以找到高興的了 所以在家裡看我現在還好 然後 我就一直掙扎 就是到底要不要買東西回家看 或者是直接 就直接因為都出門了對不對 我們就騎到一半的時候 我說不行 我都出門了 而且我覺得這部電影 不再給我看 太可惜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是真的拖著 很累很累很累的狀況 然後 去哈拉一層看 然後 看完之後 說實在話 還好我有去點員看 因為 那種沉浸感真的不是在家裡的那種 就是 就算你家裡是50寸的螢幕 你那個沉浸感跟音效 還有專注度真的有差 所以 都真的還好最後那一幕 我是去電影院看的 因為那一幕 我剛好 你知道我看到最後面之後 我是很累 但是我看得很開心 然後 我在最後一幕 噴大噴血那一段的時候 我剛好陷入一個 快睡著 但是又很努力撐的情況下 我發現我好像變成了那個 我變成我好像在噴血的那個人 你知道嗎 我好像變成英語大白這樣 因為我感覺到我眼前一片紅 然後我好像在轉圈圈 然後好像我陷入了那個環境 嗯 嗯 所以你醒了嗎 還是怎樣 我從頭到尾都醒著 但是看到最後面 他最後那一幕很迷幻嘛對不對 因為他就在狂噴血 轉圈圈 意識裡有噴大家 然後每個人開始發瘋 然後開始幹嘛 沒有啊 然後砸到頭頭爆裂 然後頭又跑出來 然後開始移動了 因為他其實在最後沒有很多那種 一四角畫面嘛對不對 第一四角畫面久了其實會累嘛 嗯 簡單來講我就覺得這一部好 然後他的結尾是讓我 很喜歡的 呃 我明明知道結局是什麼 我也看到 因為在 畢山上已經看到那個 那個最後是一塊頭 然後跑到心肌上面 然後 融化嘛對不對 就是一個 很虛 我 很 你再怎麼努力 就是這樣會消失的一個轉圈圈 還是被清潔車清掉 這個很諷刺的結局 但是說真的 你如果去看任何解說 都比不上你在那個 電影院直接看到那麼沈浸感 你知道嗎 所以還好 我有努力的撐著去看 你知道嗎 不過說真的 真的太累了 所以我看完之後8點多 我回到家就撐到快9點 我不是在群組裡面發文嗎 都說讓我看嘛 然後我還做了一個那個 我當下看的時候 就最直接想到了四部電影的 那個彩蛋 然後 我發完之後 我說真的 我就 我就忍不住睡著了 因為我真的太累太累了 然後我就 睡到剛才醒過來 然後就提早在講星巴克 就ok 好 然後我當下想星巴克 因為剛好哈拉影城樓下 就是哈拉影城的那個售票處 對面 就有已經星巴克 然後我朋友啊 他其實之前一直有 他只有給我兩張 星巴克咖啡的兌換券 但是我一直沒有去 所以剛好就是 欸我們離開的時候 我女婆就那個兌換券 買了兩杯咖啡 而且還是有那種什麼 有 有奇怪花香的咖啡 因為我是很討厭在 飲料裡面加各種奇奇怪怪的 花香跟水果香啦 我是覺得很奇怪 但是他很喜歡 女生好像都這樣 對啊 就我覺得很厲害的 味道女生都很喜歡 對啊 所以 我會覺得 呃 不然就想到星巴克 我覺得蠻合理的 因為你看名字又是大 又是圈圈 又是臉有沒有 不是 而且 而且你很講星巴克 你聽到我講的東西 你第一直覺想到星星 蛤 沒有 你聽到我講星巴克 然後你第一時間問說 是不是在講星星的部分嗎 對不對 是不是在講星星 還是你 是不是在講星星 不是啊 我剛剛在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 你上來講嘛 你問說 我們現在在 你再問我剛剛在講什麼 對不對 然後你第一個時間前 對啊 你再問是不是在講 最後星星的部分嗎 不是嗎 哦 對不起 我剛剛是問說 你們在聊哪一部 因為那是我剛上來 沒有 那是第一段嘛 然後接下來 你再問我說 這個是在講星星的部分嗎 對不對 對不起 其實我已經忘了 沒有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會問到最後 就是代表說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當然知道 對啊 那是不是我沒有講得很清楚 你也知道 我在從最後的部分的畫面 是那個意思 我覺得有點痛苦 有點煩 我的聯想 我真的覺得 我的聯想的視覺 跟對稱那個東西 在畫面上 其實是接近的 然後跟 然後接下來 黃耀發 我得到一堆 幹什麼 覺得不像 幹什麼 好靠北 你知道 覺得好痛苦 巴克的標誌沒有星星 他沒有星星 因為 他最後決賽 因為他是個大五角星 就是那個好萊塢 對啊 因為他故意的 他很努力的 爬到中間 對於那個地方去 對啊 所以中間有一張點嗎 這第一個時間點 幹 我這不就新巴克嗎 對啊 你太常 你太常去新巴克了 我倒不是問你 你在其他地方 有哪個Logo 看到正中間有一張點了吧 因為我是沒有想到這一塊啊 對啊 你當然沒想到這一塊啊 你平常不常去 但我的意思是說 當我這樣講的時候 是不是其實是有接近的嗎 幹 好累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那個 Sparker 跟那個 那個星巴克的名字 比較接近 是啊 那也是第二個 我覺得接近的地方啊 我也是這 我強調的部分啊 名字我覺得比較接近 Logo 我當下是沒想到 但名字 我是覺得比較接近的 對啊 對啊 這當然不是那個意思 但我的意思是說 哇幹 你拉過來嗎 超像星巴克的啊 對啊 然後其他人說 媽 我覺得像月亮的 月球之旅 媽 月球之旅的點 不是對稱的好不好 他有一顆 他有一顆東西 插在他眼睛上面 那整天起來 就覺得這不能類比 好不好 對啊 他在眼睛上 就變微笑惡了有沒有 微笑惡的結局啊 哈哈哈哈 插在眼睛上 你要微笑惡 以前也有一個素食店的 那個是一張微笑的臉 對不對 但是我就覺得不是 是看起來就更不像 我覺得 反而是比較像這個東西啊 哎 我問你喔 你在看的時候啊 有沒有想到幽靈人種 另外一個叫活跳師啊 我知道你在說什麼 可是因為那種那個什麼 因為那種化妝式特效 在80年代有非常多類似的電影 有種這樣子的東西 一塊碎肉在爬的那個什麼畫面 其實不是只有幽靈人種而已 所以我第一時間點 我知道你在講哪一部電影啊 對 我因為我也是在後面 在我有一段時間 很喜歡去找那些東西來看 好嗎 對但是因為 他在我的心目中 他不是一個最 最具代表性的東西吧 我覺得他是眾多的那種 在玩那個什麼 化妝特效裡面的其中一個 是啊是啊 都一部啊 對啊 沒有你如果要講的話 我可能還反而覺得像巴西裡面的那種 你知道這部電影嗎 巴西 1985年有一部電影叫做巴西 他是一部科幻片 喔你說泰瑞吉蘭那一部 對泰瑞吉蘭的電影啊 然後泰瑞吉蘭裡面那個什麼 那個他的媽媽啊 整形的時候就是整張臉這樣往後拉 當他往後拉那塊皮撐 對撐開來的那個樣子 我反而覺得那塊皮 是很像那個東西的 對啊 好吧 因為我會講說 像是因為他那一罐藥劑 那藥劑的顏色跟幽黎人種的顏色是一樣的 好吧 可是很多那種藥劑都差不多那種顏色 也不是只有他 對啊 應該這樣就是把他跟那個聯想在一塊的話 然後你把東西注入進去嘛 他就會有生命嘛 然後會分裂嘛 然後會幹嘛幹嘛之類的 對啊 我會 我當下看到那塊藥劑的時候 哇乾 好久沒看到那個有人把這個藥劑 因為 現在大家太想看到藥劑不是紅色 就是藍色 銀光綠劑很 我印象中 可能因為之前大家都在看惡靈古堡 那一類的你知道嗎 就是藥劑不是透明的 就是紅的就是藍的 那紅藍要選嘛 很久沒看到那種 銀光綠的那種藥劑 對啊 然後那個 我已經就不講了 也太明顯了嘛 他前面放很多嘛 然後我覺得還有一段是他那個 後面變成了怪物的狀態 會讓我想到很久 有點像藍子裡的惡魔 他是也是一個連體 連體 連體因怪物的一個故事 你知道嗎 不過說真的各種連體的 東西太多了啦 所以其實還好 對啊 我覺得以連體 不過因為一定很多 會想到什麼突變第三型啊 其他各種有爛的有沒有 我覺得蠻合理的 但是 我們那個昨天在看微笑的時候 不是在聊說老爹講的太誇張了 有沒有 對啊 我還覺得老爹講的太誇張了 他這部是絕對不可能有 那個新扣房子力那麼ㄎㄧㄤ的 但是最後那一幕是有致敬到的 很明顯 對啊 我唯一講的 他像星空房經濟的部分 只有最後的那一小塊 對但是我覺得他最後那一小塊的部分 是因為他那一段呈現出來的 情緒 帶給觀眾的情緒 是你那個時候 已經跟他前面的要講的東西 就是完全跳脫了 你知道嗎 對對對 但是他這一幕其實是 他這一幕其實是一種那種 我覺得那是一種行動藝術的東西 他已經不是 他已經不再是劇情了 你知道 是啊 對因為他那一段 已經是不符合劇情常理 就是正常在 即使是以如此預言體 然後為什麼要用預言體來講他 因為這部片裡面的人事物 事實上太稀少了 他沒有他沒有他沒有在介紹其他 關於這個女生以外的世界了 所以這個東西的 所以這個東西的技術程度不合理 對不對 但是你也不會想要探究他 因為他就是一個童話故事類的東西 打一個針你可以分裂 你不會去像科學家一樣探究說 這怎麼可能 對不對 因為因為他本來的目的只是在告訴你 因為他的本來的目的 其實有點類似魔鬼給你的交易的意思 對不對 就是我要告訴你 我要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你可以有更好的自己 但是那個什麼 這是有誘因的吧 你會沒辦法忍受這個誘惑 到最後你就會 你就會毀壞吧 對雖然說他毀壞的方法 也讓我覺得很蠢 為什麼一般人 我相信很多觀眾在那邊想說 如果是我的話 我一定會後住的 一定會在這邊思考這種事情 因為他的做本事 多做一天 忍不住多抽一點 對不對 然後等一下就變得很老 很老以後他救回來 那個女的為什麼要殺了他嗎 怎麼那麼傻呀 我跟你講 很多平常不太常看的 你會喜歡在那邊探究 這電影的合理性的人 就會講這種事 但是如果你這樣想 那你就蠻無聊 對 好吧 因為這種電影真的是 你他其實為了劇情 會做很多畫面上的協調 都妥協啦 是因為他 他會這樣做 是因為他本來就有一些事情 是想要告訴你的 他為了讓這個故事成立 所以讓他之前講 強制的做了這些事 這叫劇情殺 這叫做劇情殺 這也是非常多恐怖片的觀眾 會覺得說為什麼這些人要落單呢 對不對 這叫做劇情殺 但是你知道 就是你去吐槽這個 然後你就無聊 為什麼 因為你在觀眾 因為你在觀眾的過程當中 你本來就是想要去講這件事 你就本來是 你就知道說 他要告訴你這個內容 你不願意 你拒絕接受這個內容 那就會變成說 那為什麼他不幹嘛 對不對 好吧 如果真的要講 要邏輯的話 很多恐怖片 你都會覺得很蠢 但是我覺得啦 有一些原因是因為 他在這個視覺上面 你覺得他已經夠生猛了 所以其實你 你被逗樂了 所以你就 你就Pass給他 很多時候 你開始去探究這個 合理性的原因 是因為你其實 沒有獲得你要的東西 所以你才會在這邊 其實我要講一個 最近有一個案例 像剛剛不是有人在那邊講說 我為什麼不談小燕與無愛麗有沒有 就是林書宇她在 脆上面問大家說 大家為什麼不想要去看這部片 老實說 我在看小燕與無愛麗的時候 我有在做類似的事情 我有在探討 這個故事的合理性 為什麼 老實說我身為觀眾 我很不耐 為什麼 我已經知道他要告訴我什麼 裡面的角色還是一直不斷的在迴旋 然後我這時候就覺得 你的訊息我已經接收完了 然後我就會開始問說 為什麼他還做這件事 他為什麼不去幹什麼呢 對 也就是說我事實上在案例裡面 在思考說 如果是這樣子 如果你想要表達這件事情的話 你必須要更合理的說服我 就是比如說這個角色 還試過其他的努力 但是沒有辦法 他依舊還是如此 這樣子也許我就會被說服 對 問題是他們裡面的角色 沒有做這個嘗試 所以就會變成 你就忍不住會去思考 為什麼他不這樣 知道 好吧 alright 這個是一件脫稿 這是一件脫稿 突然間講出來的事情 因為老實說 我覺得劇烈你不會 至少我說我不會 我不要說你不會 因為我不知道你會不會 知道嗎 我在說我 我看劇烈 我事實上我get 我get到了 然後他正好在這個時候跳掉了 為什麼 他覺得他訊息已經達到 所以他接下來要講下一件事 然後這時候我就很順的去 接受一個新的事物了 所以我只會覺得說劇烈 你不會覺得無聊 你也不會覺得 你也不會覺得過悶啊 你知道 所以你就會一直看下去 你一直接受的新的訊息 然後到最後你會覺得這個訊息很滿 所以你忍不住我一直鼓掌 我甚至還開始點想到奇怪的事情 好吧 好吧 OK 那個 因為 不是跟我女婆一起看嗎 然後 因為說 因為我們其實很常看這種片子的 所以很多東西我們可以直接去理解 但是我相信 如果你是學護理的啊 或是你 有一些相關經驗的有沒有 你真的看了會很 會很容易欣喜 哈利其實剛剛就在講啊 媽的縫的不好看啊 你看 他就是 他就是對於這種事情 他就會開始 進入這種糾結嘛 對 這就像上次我聽到那個天文學家說 他看鐵達尼他覺得受不了啊 為什麼 他把星星放反了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你知道太多知識 會遇到的問題 對不對 你就會忍不住說 他就不是這個樣子 你就 他一直講 你就越去想 這個在合理性上面的問題 對吧 好吧 對 我相信外科醫師 跟那個遺傳學醫師 應該看了都很痛苦 對不對 你給我打一針 然後分裂出來 那個 當我人變形蟲啊 對不對 對 老實說我當年在看雙瞳的時候 我也覺得 一個瞳孔分裂成兩個瞳孔 我覺得不可思議啊 這怎麼可能 但是這邊還分裂成一大堆 這怎麼可能 對不對 這幾億也有 出現雙瞳的畫面啊 對啊 這就是我說這一次看到雙 看到眼 瞳孔分裂 這就是這個什麼 就 好啦 但是GET到的人就會說 你們很不解風情 對吧 好吧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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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